你会想要用定期订额投资 就会希望能够获得长期的好报酬 投资朋友会不会好奇说 定期订额投资 是不是只要闭着眼睛扣款 就可以获得好的获利呢 如果你想要提高报酬的话 可以怎么做 长期推广 闲钱投资的大侠 今天来告诉我们 怎么用定期订额投资 能够让我们提高获利 想要看更多的大侠谈投资 投资还什么 赶快先报按订阅 大家好我是薛仁 嗨我是大侠 大侠长期推广定期订额 跟不定期订额投资 现在台股基金的定期订额扣款人数 每个月大概有30万 虽然好奇说 定期订额投资有没有MEGA 还是只要闭着眼睛扣款 就可以坐享余伍之力 完全没有任何技巧 你就看每个月有多少闲钱 按就定期订额多少就好了 然后再来看你的扣款日 假设你每个月想要存1.8万 那你扣款日选3天 在8号18号跟28号 那你就1.8万除以3 那每次扣款你就选6000就好了 虽然知道说一般的领薪时间是5号 会选择8号是因为这个数字代表发财 应该是吧 吉利吧 在下单的选择日的时候 就无往不利 而且学员知道说 国内有家券商像星光证券 他就是有在打下单的话 手续费是28则 所以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也可以参考一下 对啊 而且你看像我们这样每个月 这个有多少闲钱都买多少 很多小吃主会问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存到一整张才买 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你想要存一张0050 或是一张台积电 你想要存到一整张才买的话 你会发现台积电一张可能才200多 那你存到一整张20万的时候 他可能早上碰到600了 我们就看这个月有多少闲钱 就看当期你剩下多少闲钱 比方说你觉得8号你会剩下6000块 18号也剩下6000块 那你每一期就固定的投入 可能会比你一次买 存到一整张投入还来的划算 因为定期应该就是我们最近上班 有多的闲钱 你就是让系统自动去买进零股 这个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在股票市场上 可能亏损啊 其实不是因为他选股不行 而是他资金控管的技巧不行 而且我常常很多人 没有考虑到资金的续航力啦 只想要一时愉快一时重压 然后市场来一个震荡 他的心态不足 而且也没有准备好更多的资金来承接 最终可能就在谷底 所以我一直都建议两招啦 第一招就是月底我们就闲钱all in 也就是月底薪资胜于闲钱all in好资产 第二招呢就是股息拿到后all in 就是因为你在退休之前 你根本用不到生活现金流 因为你还有上班 所以我们股息拿到 用不到我们就所有的all in 如果我们一般投资朋友 他就用定期定格扣款的方式 然后他目标就是以百万统金为目标 大家想会建议我们要怎么样存 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 假设一个月投入1.8万 那每次扣款6000 我们就靠复利5%嘛 我们第一年我们就12个月 成1.8万大概就是21万嘛 复利5%五年之后 累积总资金超过百万哦 但是我们看到以上的表 只是单纯复利而已 还不包含股价上升的资本利得 因为公司如果成长他会发更多股息 那股息给你在滚入你利贵利的情况下 你的负利的成长其实是更快的 投资人的财富成长会远超原本的目标 那用什么方式扣款能比较快达到目标呢 我其实就跟你讲 就是用清光证券嘛 定期定额的下单目标 然后搭配股灾恐慌进场的不定期不定额 可以更快速达到百万资产的目标 大小把这个三年有超越同期大盘 并且设定为每月投入1.8万的定期定额 年度总投入是21.6万 股息在投资的情况下 只要这三年累积百万资金 并且超越同期大盘的目标 统统绣给你看 三年大脱头嘛 获利百万针真的只是基本啊 然后三年如果没有到百万的 集合股通通不列入 第1个9945润态星 富邦科技0052 台积电2330开发金2883 富邦金还有富邦的纳斯达克 台达电呢富邦台50006208 跟富邦公司智里0069 还有元大台湾50 你会发现我把元大台湾50放在最后面 为什么 因为我要秀出同期 绩效比台湾50还要强的嘛 资产重最高就是润态星 你看三年就可以达到快要1.5桶金啊 他的年化报酬率是30% 第二名就是富邦科技嘛 他达到1.2桶金 总报酬率是97% 然后年化报酬率是25.5% 台积电资产中值到哪里 1.2桶金 总报酬率是96.5% 年化报酬率是25.3% 其实学位靠这张表格啊 就算你投资0050好了 你还是一样可以拿到一桶金多 然后年化报酬率有到16.7% 这个数字其实会比你存在定存里面 真的好太多了 而且如果你担心投资个股会有风险的话 其实大侠也有推荐几档ETF 就是一篮子公司的概念 就可以让你真的赚出本业先前投资 非常轻松 你就为了10年后的自己 你先提早做布局 提早多投资 比方说你10年后想要买房 你就现在把你这个 每个月的先前就all in 这个好的ETF 长期绩效好的ETF 跟基欧股 这个10年之后 它利滚利情况下是非常可观的 对 而且如果透过系统自动帮你扣款 选择8号18号28号的话 其实你也不用烦恼说 我还要记得去缴这件事情 其实就让系统自动帮你扣款 所以这真的是一般上班族的投资朋友 大家也不要想说 定期定额扣款有难度 投资朋友就把它当成是生活必要开支 把它当成是水电费 肖清费什么都可以把这笔钱先用预扣的方式 把它扣下来 就可以无痛无感的去存 三年之后你再看对账单 你就感谢自己现在所做的决定 如果投资朋友想要了解 星光证券APP更多 怎么样用定期定额帮你做投资 然后能够让你用你的资产去战胜 通膨存退休金的话 可以看我们影片下方说明文 不过刚刚我们提到说 每个月扣款可以选择8号28号28号 选择这三个扣款日的话 他们绩效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投资的标的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老牌的大盘指数ETF0050 那每月投资金额就是1万 那我们设施时间就是1年 那我们分别是在8号扣款 18号扣款跟28号扣款 但是因为他可能有假日 或是怎么样的交易率的顺延 那我们看到这个18号的扣款的绩效 是最低的 他小于8号跟28号扣款 那8号扣款的总报酬率是16.4% 28号扣款的绩效是20.16% 好我们回这10年我们绩效的排行 8号的总报酬率是136.99% 年化报酬率是9.03% 那如果你是在18号扣款的话 他的总报酬率呢是137.03% 年化报酬率是9.06% 28号扣款的话 他的总报酬率是137.98% 年化报酬率在9.05% 那8号扣款的绩效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最少的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28号扣款的绩效呢 最好的绩效就是18号的扣款 我们回测18年绩效的总排行呢 8号扣款的总报酬率是226.98% 年化报酬率在6.81% 18号扣款的总报酬率是227.78% 年化报酬率是6.84% 如果你是在28号扣款 他的总报酬率是229.77% 年化报酬率是6.85% 你会发现已经是 时间拉长之下所差根本没有差 如果你是短期一年来看的话 那他可能会有4%左右的差异 但如果你时间拉长到10年 拉长到18年 他的差异根本只有在0.04%左右 所以我们只要持续维持这个投资几率 长期复利 你那个整体绩效 会把你整个的差异完全的平滑化 不过虽然还是要说明一下 大侠刚刚的资料是来自于网站上面的资料 所以有时候抓的那个日期呢 会因为网站他们的系统的因素 所以没有办法抓的那么精确 那大致上我们还是以月初月中月底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想要讲的就是说 不论你是哪天扣款 其实长期来看的话差异性都不太大 最重要是要有纪律的长期投资 薛人现前曾经想要用地期定额投资 某一档标的物 结果呢合作那家券商 他没有那档标的物 以至于我错失投资机会 其实这也是大部分投资朋友 会遇到的一些小小困扰 那大侠有建议的方式吗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的券商 定期定额投资的标的 并不能满足你 那你看这个星光证券的定期定额 它有40档热门的标的 有个股也有ETF 而且你看我们刚刚给你的表格 里面就够让人家投资了 月存1.8万 每年总共存21.6万 三年就可以打造一桶金的标的 这个40档里面 通通都可以找到 就够了吧 哇这40档标的里面 个股跟ETF各占了20档 而且都是很热门的定期定额投资标的 比如说个股有台积电啊 造风金 玉山金 核库金第一金 中华电 中信金台泥 鸿海有台信金 富邦金 元大金 国泰金 哇好多金啊 那ETF的部分呢 哇也都是大家都会投资都很感兴趣 比如说像是0050 0056 006208 00878 00692 00881 00893 哇好几档都是我们影片之前介绍过的 相信这事实当然真的是够大家使用了 那如果你要想要投资这档标的嘛 他没有在券商这个定期定额里面 那我自己呢就会去看 那券商有没有提供相关的ETF在里面 比方说这个券商他可能没有提供这个联发科定期定额 那很简单 就看券商有没有提供0050 00881 006208 的ETF可以供我们定期定额嘛 联发科有被这个0050 00881 006208 这些ETF所持有嘛 所以我们只要投资这个ETF 也可以间接持有一部分的联发科 而且投资ETF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不用为个股繁星 我们只要注意这档ETF 它的长期绩效表现有没有超越同期大盘 事实上只要有超越同期大盘ETF的绩效 我就多看两眼啊 而且会研究适不适合做长期持有 确实投资ETF会比投资个股还要简单很多 谢谢大家分享 越年轻执行定期定额投资的效果会越好 年轻的时候先吃点苦 晚年的时候才能够想念福 欢迎投资朋友在影片下方连结了解更多星光站APP 可以怎么样用定期定额投资 让我们提早享受财富 想要看更多的大侠谈投资投资还是什么 欢迎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下面小铃铛 要记得安全不开启才会收到我们这些影片讯息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